西方史学史 罗马政治文化的传统 基于从城邦到帝国的历史发展的趋势 基于不断强化世界主义的行为指向 造就了不同于希腊史学的罗马特色 使得罗马史学带上了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从凯撒到李维 从李维到塔西斯陀 莫不如是 兼须兼收并须广采摸取 这是罗马文化的特点 这一特点的形成 从罗马城邦发展到帝国 这一趋势密不可分 罗马文化随着罗马人的扩张活动 随罗马城邦向帝国的发展而壮大萌芽 在这一过程中 罗马人曾与他们所接触过的许多民族 发生过广泛的联系 这就是他们今天说没有 感谢观看